欢迎观看修理宝产品演示视频 今天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安装修理宝泄漏管家 在安装修理宝泄漏管家之前,你需要先清理及粗糙化管道表面 尽可能使用机械动力工具,例如使用刷子和纱带进行表面处理工程 表面处理完毕后,该表面应无松散颗粒、铁锈和碎片 在这段视频中,我们使用纱带用于说明目的 接着,用内六角扳手松开所有螺栓 即打开修理宝泄漏管家 如果需要,可以涂一些润滑之道橡胶套 将修理宝泄漏管家放置到泄漏位置的旁边 不要直接在泄漏位置安装修理宝泄漏管家 橡胶套应轻轻覆盖管道圆周 以确保滑动板不会损坏橡胶套 确保修理宝泄漏管家和管道表面之间的空隙是平均的 用木锤轻轻敲击修理宝泄漏管家 让修理宝泄漏管家完整包覆管道 即所有的间隙都安装正确 不要用铁锤,因为这可能会使修理宝泄漏管家变形 把螺栓插入插槽中 如果有必要,倾斜螺纹杆以适应螺栓的角度 稍微拧紧所有螺栓,轻轻锤打修理宝泄漏管家 让泄漏管家移至泄漏位置 一旦泄漏位置被完全覆盖 拧紧所有螺栓,直到泄漏完全停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欲了解更多产品信息,请参阅我们的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